在保加利亚公开赛,进行到男子单打16枪比赛时,国平主力许欣在面对日本小将大倒幼灾时,差点在第四局被大逆转,竟被对手打出9比2的比方出来。 大比分还是2比3落后的情况下,如果许欣输在那面子脚放哪里,还有大马在最后两局稳定大局,最终以4比3显身紧急,保住了男单夺冠的火鸟。 在前面三局比赛中许欣打得相当的顺利,取得2比1的领先成绩,而日本选手的大倒幼灾采取,都是直面搏杀再搏杀,在搏杀中找到取胜的希望。 然而实力深厚的取胜最终还是占据绝对的主动权,在第四局开局时,形势一片大好6比2领先,再加上场上粉丝们生生助力,以为胜利在望。 此时的大倒幼灾,开启了重波状态,竟被他赢下两球,得势的他气势节节攀升。 如果在当时,许欣若是能喊停,让自己缓和,也打断一下对手的节奏,或许能马上稳住局势,都回主导权,在诗意旁的场外指导,刘志强没叫出暂停。 随后小编部都说了,大倒幼灾把许欣打猛了,还好许欣及时醒悟,最终,一四比三取胜,在最关键的第四局将比分拉回,守住了战局。 晋级之后的许欣,依旧保持良好的状态,直接闯入千八桥,在马龙首轮出局之后,许欣他就成为了中国男兵,最有实力的机关军的人物,也就是此赛的黑马之一。 当然了,除了许欣之外,还有马特以及郑培峰两名运动,人也都纷纷心击到了八桥。